跟俊哥的鲍鱼比怎么样你的鲍鱼 这个鲍鱼嫩 我这个鲍鱼黑 不用怎么说 每个人的鲍鱼 每个人做的鲍鱼都不一样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渣 鲍鱼想必大家都吃过很多 巨大的鲍鱼 整只拿来油炸 有没有吃过呢 说实话我也没吃过 今天的视频看到结尾 我们跟俊哥一起来吃吃看 这位叶师傅的鲍鱼 到底好不好吃 龙虾 茶碗蒸是吧 这个是 对 茶碗蒸 把龙虾吃一丝一丝 香脑的调一个酱 炒碗都能搭配这个茶 好 可以 谢谢 今天的第一只鲍鱼来了 后切的炸鲍鱼 犹如迷人香菇 吃到嘴里确实满足 可以 这个好吃 它这个面糊跟没有面糊一样 炸的很薄很薄 真的跟蒸出来一样 嗯 好满足这样子 我觉得很难 我应该煮满吧 嗯 哇 非常的肥嫩 好肥嫩啊 这包鲍鱼 对 早是比较满 这个叶子是这个公园里摘的吗 这个叶子 对 油墨鱼是福建的 这边有两种 一个是油墨鱼 一个是枪油鱼 它们跟三区 跟三区就要的鱼 你会放别的东西吗 还只是 哦 蘸一点点盐 嗯 蘸点小盐很好吃 油墨鱼 对 蘸点盐就可以 好 Oh my god 这只来自福建的油墨鱼 太好吃了 暖弱清甜 口感厚实 简直要比前面的鲍鱼还要好吃 好吃 这个油墨鱼可以 确实很乱很乱很乱 先原味再蘸点盐 再蘸甜汁 三段 原味先吃一下 哇 这只天不如好像把它甜度放大了 清蒸的时候吃或者煮煮的时候 好像没那么甜 原味还挺甜的 我感觉天不如蘸盐 这个盐都吃出味精的感觉 正常说我们上一个虾跟上一个虾头 虾的话是料理人剔除了百分之四十的水分 虾头的话最好说得剔除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水分 它才会那么酥 温州的是吧 温州南西江 温州南西江的 今天给两盐肯定也是因为比较小 是吧 好吃成双 不过这个项鱼我喜欢吃小一点 对 小一点它更细腻 哇 它还把这个嘴张开来 它当时被炸的应该很痛苦 喜欢吃项鱼标志着这个人蛮成熟的 对 因为苦是大人的味道 苦是大人的味道 苦是大人的味道 苦这个味很高级 哇 这个好苦啊 好苦 够苦 好 谢谢 这是大连的打吗 对 大连的 国产之八 这个就用手吧 对 这个手 简单说吧 简单说吧 还是只能量 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味道 很甜 大连的还得确实很甜 它这个粗糕还蛮足的 这个糕蟆腿肉 还看起来蛮满足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菜都不用加醋 直接吃还好吃 这个一口 上半场甜蜜萝卜杰出 下半场Yakitori 最后四夕结尾 没有 俊哥一般不是这个结尾的 俊哥一般是KTV结尾 哈哈哈哈 转场 这是哪里的鸽子 这是出鸣的 这个封干了多久啊 三天 三天 嗯 不是气底香 是鸽尾 对 不是这个鸡蛋 还是比较润的 嗯 蛮香的 哇 很香 这个鸽尾不像气底香那么浓 比气底香稍微轻 轻轻一点 鸡心 清远鸡 它们这种炭烤的感觉还蛮浓的 不过清远鸡整体味道还是清淡的 一般清远鸡来做白鸡的 做烧鸟好像比较少 清远鸡的鸡生蚝 嗯 蛮多汁的 嗯 这个就跟战斧一样 这什么菜 西洋鸡 这么广东啊 这是那个鸽血的吗 不不不 鸽血鸽骨头 西餐里面不是很喜欢它 这东西熬个汁 对啊 今天重头戏来了 战斧 鸽腿 它这个已经不是鸽腿了 直接鸽胸都在上面 手枪腿 比我脸都大 吃一下 里面还粉的 而且烤的稍微熟了一点 胸的部分有原因是吧 往后面靠腿的部分就好了 吃点西洋菜 西洋菜就有粤菜那味了 你不是福建人吗 这么喜欢用广东的元素 像个人说 在广东待在这里 那你在广东待那么久 没被吃掉 广东人说福建人很美味 这样烤 这是鸽腿还是鸡腿 鸽腿 鸽腿肉 这个是风干两天 今天量大 但是今天这样吃还蛮舒服的 口味压力很大 嗯 我昨天吃跟我女朋友两个吃一天一天 我还在咬 午饭 鸽子什么肉都在里面吗 对对对对 两个所有的肉都在里面 哇这个味道应该会稍微重点 虎饭 鸽肉虎饭 我觉得这个还蛮鲜美的 青岛的青蔓 叶师傅处理青蔓的动作和流程 我仿佛似曾相识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炸鲍鱼 这么大一个鲍鱼整个炸吗 对整个炸 整个炸有点有点夸张 这是不是全世界手炸 不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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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点抖了 这鲍鱼 太嫩了 水嫩水嫩了 跟俊哥的鲍鱼比感觉怎么样 这个鲍鱼 这个鲍鱼 把你熟了炸太长时间 炸太长时间太有干了 这变干鲍了不也挺好的吗 要不一样了 干鲍鱼 起干鲍鱼 拿干鲍鱼 真的像杏鲍鱼 像大香菇 这么大的鲍鱼 今天晚上做 你们胃不舒服了 不管我吃 对 追加的整只的鲍鱼 真的是第一次吃 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今天真的是把鲍鱼 真的是吃错了 香菇 炸的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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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外面如果它就生鲍鱼 就长了 住不了 一定要熟的 生的不行 不愧是鲍鱼专家 鲍鱼专家 鲍鱼专家